关心疫情 新冠本土是维持在两万多例 而我国采购的首批一百二十七万剂BNT幼儿疫苗 预计明天到货 最快下周末开打 此外 在治疗新冠病毒又有了重大突破 基隆长庚医院运用中西医治疗的模式 九十三位去诊住院病患 痊愈率高达了八成四 而且不止军冠一号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中药黄旗复方YQ1也能够提高抗病毒的能力 今年五月新冠本土疫情大爆发 以基隆市首当其冲 市民确诊率百分之二十一居全国之冠 基隆长庚医院研究团队 针对五月到七月收治九十三位 确诊住院病患做研究 其中二十九位是中西医整合治疗 对照组六十四位则是西医常规治疗 结果发现接受中西医治疗病人组 死亡率仅有一成五 痊愈率高达八成四 对照组死亡率则有四成 痊愈率六成 而且不止清冠一号 中药黄旗复方YQ1也能提高抗病毒 能力 此外根据健保署统计 今年上半年确诊半年内就医者 超过四百五十一万人次 主要以呼吸道症状为主 有专家推估国内至少有五十万人出现长新冠 医师表示长新冠表现相当多元 如果染疫三个月后出现症状 持续两个月以上 而且无法用其他疾病诊断 就可视为长新冠 建议康复者可以到医院 整合医疗门诊就医 对症下药 以减缓长新冠后遗症 记住那视频讲龙翔特报道